当家庭主妇比打工更香 日本养老金性别差异全球最大 男性超女性近两倍 日本人口老龄化愈发严重 养老问题已然成为了一个老大男 尽管日本政府多年来 在制定养老体系上花了不少精力 但是其养老金的运作 依旧不能让大部分民众感到满意 我理解养老金性别差异的存在 但我头一回知道男女差距原来这么大 在知晓日本男性平均养老金水平 几乎是女性的两倍时 在日本一家IT公司工作的小峰 对时代周报记者感慨道 日本后生劳动省的数据表明 日本男性的每月平均养老金为 165668日元 女性的每月平均养老金为 103026日元 男女之间大约有6万日元的差距 据我了解 存在差异是因为日本女性 参与全职工作的比例比男性低 很多女性生育以后 主要依靠兼职补贴家用 她们的工资 肯定要比担任全职工作的男性低上许多 在日本女性观念中 在家做家庭主妇 相夫教子是件很正常的事 她们父母也不大会像中国家庭一样 帮忙带小孩 所以一个家庭中 不得不有一方需要全职顾家 或者选择兼职 在小峰看来 不必担心日本女性做主妇后 容易失去生活保障 因为日本的相关法律规定 如果离婚后女方生活困难 男方需要每月向其支付一定的抚养金 日本有一种特殊的低保制度 只要整个家庭的总收入低于一定数量 就可以少交一笔保险费 很多女性为了挤进这个条件 也会主动减少打工时长 小峰补充道 我觉得家庭主妇这样做其实很矛盾 但他们确实可以减轻一笔很重的保险费 好 好 来 好 好 这是